就是说老师他可能未来 他觉得就是说他发现自己错了 然后他愿意公开道歉 然后还我们的期待的话 那我们觉得就是 也不会排除就是和解的可能 老师真反目啊 他们老师台大政治系教授李希坤 妙语如珠 随便讲几句都好笑 结果我们老邱讲了一句话 他说 哎呀进步的国家永远很降落 忘恩负义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征 但最近他的70万人粉丝团 POWER坤的纸牌物却突然消失 怎么了 坤屁说粉专原本有学生经营 5月他们关闭粉丝团后 要求他以960万买回 根本是天价他不要啊 代言小编说 从来从头到很多没有960万的这个数字 而且老师他说 就是他委托我们进这个粉专 也从来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也觉得就是说 大家对我们的发展 跟目前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常在这边 要做很高的东西 坤屁被告诽谤后说 不要忘记耶稣被门徒卖掉 对此争议只能表达无奈 但尊重学生做法 永远张开手欢迎他们